在母亲专国的独立市里到台南市 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安全帮基础 如果发生重担社会主义 会作成市府国局处坏向的联合国口 让民众对政府来失去信心 只管第一家庆就特殊市府 要加速建立社会安全帮的坏向基础 让社会安全更有保障 这几天上海人的社会主义 作成民众的生活不安 难关耍其完证加薪 上后综续损失标识 不仅全国五都当中 只有台南市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安全帮基础 如果发生重担社会主义 会作成市府国局处 让上连黑地面有关口 要求市府关心心理社会安全帮 目前我们台南 就是整个台湾就是六都 目前我们台南是唯一一个城市 没有建构一个完善的社会安全机制 我比喻新北市已经成立的这个社会安全网 已经建制了七年 他们做得相当的好 那我们社会局也可以来参考 那再来台北市 台北市也是已经开始 也有建立这个社会安全网的机制 也是好几年的 再来桃园 桃园在短短的两三年内 也是把这个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的机制 做得非常的好 市長委体表示 会来连黑各教授 并会来核心把关系好的经验 我们其实碰到的案件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能够跨局处的处理 譬如说有一个学童 在学校受到老师的 受到同学的霸凌也好 或者受到师长的一个处理的效度 处理的态度比较消极 那在第一时间 他会报告会回报到 寻这个系统到教育局 教育局但是就马上可以 联络其他的局处 对 师长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我必须要简单的跟您说 其他的县市 荣获您刚刚有觉得说 他们的建制的非常好 那这点我们也愿意跟其他的县市取经 最好起完增加心 也提出希望市府 可以来关心北企林的经济 跟文化的发展 透过电影的民间立流 发挥企林地区无限好业 记者 陈家森 启会 蔡宏博德 请不吝点赞 讯会 针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